好,各位同學,今天這個是令人興奮的一個開始 就是我們開始要教大家寫網頁了 跟大家講一下,你的期末作業就是教一個網頁上來 我已經強調過很多次了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我們現在要寫的網頁 不是靜態的喔,我們要寫的網頁動態的 那動態的網頁它其實是有個專有名詞啦,叫Web App App就是你手機用的那個App,現在大概不太可能會有人不知道什麼叫App 你手機用的就是App嘛,下載什麼Facebook的App啊什麼的 你應該可以感覺到裡面有非常多互動功能吧,對不對 你絕對不是靜態的,只是瀏覽而已啦 好,那這個Web App啊,Web App它,顧名思義它就是用Web呈現的App 它跟你Android或者iOS下載的那些手機上的App是不太一樣的 不一樣的地方是,你只要直接登錄那個網站 打網址進去那個網站,你就可以享受到Web App的服務 好,那Web App比起你手機裡面的App,它最大的優勢就是 你站在開發人員的角度,我不需要為了Android的手機或iOS開發兩個版本 甚至為電腦又要再開發一個版本 所以它的優勢就是跨平台,然後更新非常方便 因為實際上應用程式是在Server裡面的,是在你自己的Server上面的 所以你更新完了以後,所有人都是用更新版的 你就不需要去強迫人家說,這個請你要更新這樣子 這個更新方便是個優勢 好,缺點就是因為所有的運算都是要在Server上進行的 所以使用者下任何指令都要透過網路搭打Server之後 然後Server運算完它才回來 所以它的速度通常會較慢 如果你要寫一個打電動的程式,使用者就會覺得這個怎麼一直lag 很討厭這樣 另外就是因為它是透過連線Server進行運轉 所以它需要穩定的連線 好,那我們現在不管 反正你們也所有人都還不會寫App 我們就先從Web App開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要安裝的套件叫Shining 這個在2013年以前 是沒有辦法用RUN來寫App的 那現在2013年以後 有Shining這個套件以後 我們就可以拿來寫網頁了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 這幾頁我們都跳過 我們直接 我們從這一頁開始 我來教大家怎麼做 大家看清楚我怎麼做的喔 首先 先開一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名字隨便你 你可以叫MyApp 然後你開完一個資料夾之後 在這裡對不對 好,點開 這裡是不是空的 現在是空的嘛對不對 來 請你看左上角 左上角這裡 New File 有沒有看到New File New File 點下Rscript 好,然後 先直接儲存 儲存然後點到剛剛 你不是說MyApp那裡嗎 點到這裡 然後你叫它UI 好,這樣是不是這裡 是不是有個檔案叫UI了 然後它是空的對不對 接下來 再開一個Rscript 來 到同個資料夾 Server 好,這樣有UI有Server了以後 對不對 來,注意一下喔 注意我怎麼做喔 現在這一串 第五頁 是不是有一大段語法 來,直接複製貼上 直接複製貼上 在UI這裡 儲存 然後到 下一頁 這邊是不是有一大串語法 貼到Server 貼到Server以後 來注意 你就可以Run了 好,你應該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你按下Run了以後 你應該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這是會動的 好,我現在要求大家 一定要重複這個步驟 你按Stop就可以把這個關停了 你就可以繼續 繼續打語法了 好,我希望大家 先完成一個Web App 一定要開起來 而你如果連這一步都做不到 後面有教什麼都不要談了 好不好 先把一個會動的網頁給開出來 然後,如果你嫌 這樣子的東西太容易了 來,這邊有一個Shining Example 你可以點過來 然後你會發現 這邊有隨便 你隨便點個進來 它是不是都有 UI有Server 替你做一樣的事情 複製所有的UI語法過去 複製所有的Server語法過去 複製所有的Server語法過去 然後讓它動一下 然後看一下 結果是什麼東西 好,記得你要先裝 安裝Shining這個套件 並且如果你去貼別人的語法 它有安裝 它有Library什麼套件 你要記得裝喔 好不好 那我們把時間給你 先讓大家 建立一個自己的Web App 我們再來講解後面的 好,來 我現在要介紹一下 Shining App的架構了 你應該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反正你就是給了兩個檔案 一個叫UI 一個叫Server 對不對 UI的全名叫做User Interface 就是 你現在看到這個網站 我們現在點開好了 你現在看到這個網站 它佈局 就是它左邊放什麼 右邊放什麼 就是UI 就是User Interface 好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這個 它的邏輯是這樣子的 就是 你需要有一個檔案去記錄 它的 就是這個頁面長跟什麼樣子 然後 你應該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在拉這些 拉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圖是不是會改 所以說 後面有一個 Server這個文件 就是去記錄說 你做了什麼動作以後 到 後面進行什麼運算 然後吐什麼東西出來 然後呈現在UI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基本的介紹 來 這就是一個基本流程 UI 使用者在UI 給一個 操作 給一個參數 傳到Server 反應函數進行運算 運算完了之後回來 輸出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你剛剛貼的UI程式 來注意一下它的結構 它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Shining UI 括號 我把這個 中間拿掉以後 我把中間拿掉以後 它就是一個函數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R語言是函數驅動的語言 那我們把 這個 所以我們 Shining UI 它裡面輸入的是什麼參數 來你仔細看 它裡面輸入的參數叫 Page with sidebar Page with sidebar 這個以後 會交更多不同的佈局 現在我們的 網頁標準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一開始寫的 比較簡單 我們的標準就是 這裡 所以 左邊 是控制區 右邊 是這個 輸出區 這樣可以嗎 這是我們現在一開始學的 基本標準 好 然後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邊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是標題 第二個元素是這個 控制bar 第三個元素是這張圖 對吧 可以嗎 好 所以來注意喔 這三個元素分別是 在這一個函數裡面 你要下 Header Panel 跟 Cyber Panel 跟 Main Panel 這個 Header Panel 就是這一個 地方 Cyber Panel 就是 這個地方 Main Panel 就是 這個地方 這樣可以 我這邊講解的非常 DETAIL 就是 為了要讓你們了解 好 接下來 這裡是不是寫 Hello Shining 我們把它改成 Hello好了 Hello Luna 來 Rock 看到了嗎 是不是改掉了 所以說 這個 要改這個應該不難吧 你們應該不會覺得這個很難 就改個參數而已嘛 對不對 再來 Sidebar Panel 這裡面 它是不是出了一個可以拉的東西 對吧 這個可以拉的東西 來你注意說 這個Sidebar Panel 只是告訴你說 這邊要有放東西 放什麼東西 來 這邊又有一個 Slider Input Slider Input 就是這個 拉的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了解嗎 Slider Input 然後 Slider Input裡面有幾個參數 第一個是 OBS 這個OBS 是物件名稱的意思 這個 這個字是可以改的喔 這個是說 你等一下傳到Server 它叫什麼名字 傳到Server 要叫什麼名字 這邊字叫OBS 你這邊 Number of Observation 這個是 顯示在這裡的文字 最小值 最大值 起始值 這些都要先解釋好 好 這樣子 這樣可以了解了吧 這邊是給你看的 這裡是OBS 傳到Server端的 好 接著Main Panel 這裡 我要放什麼呢 我要放個Plot Output 那這個DiskPlot 就是Server端傳過來的結果 所以在UI端 OBS跟DiskPlot 是去連接它跟Server端的兩個重要的物件 這樣可以了解嗎 可以齁 你們都了解了 那我們來看Server 你看了Server以後 你會發現 這個Server 這裡 這裡是標準配備 你需要一個 ShiningServer Function Input 跟Output 接著你到中間才可以寫字 所有中間寫的字 它的結構都是這樣 Output Output XXX Output 前號 Output DiskPlot DiskPlot 跟這個是共用的 好 你這樣才知道 Output DiskPlot 等於RandomPlot 所以這個 Plus Output 跟RandomPlot 它是 對應的 它是對應的 你外面寫text 這裡就要text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現在 因為你輸出是Plot 所以你這邊要告訴它 這是一張Plot 那這Plot怎麼產生呢 來 首先 Input OBS 在這裡 Input OBS 是不是這個OBS 這個 從UI端過來的OBS OBS 進行RNORM RNORM RNORM是一個 隨機產生 這個亂數的一個函數 好 丟進來了以後 這個 丟進 你要產生500個樣本 你就丟進來 然後它變成一個DIST 這個DIST 把它HIST HIST這個我們 函數我們教過了嗎 這是畫質方法 HISTogram 那就輸出了 好 所以整個 流程 這樣大家 有清楚嗎 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我這邊講的非常慢啊 因為我希望大家每個人都學會 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好 都沒有問題 我們繼續啊 都沒有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等一下 要改這張圖 我們現在來 試著做一件事情好了 DIST 我們在這裡 DIST等於RNORM 500好了 畫圖 這個是不是 這件事情我也會做嘛 對不對 我們再一次 這件事情我們是不是也會做 我們在R裡面也會做 可是我們還會一件事情 我們還會改顏色 Color等於Red 這是不是就改顏色了 可以嗎 所以 我們要怎麼樣 所以其實你是可以改語法的 來 我們看一下這串語法 OBS等於500 他就下來對不對 M 就是Min Min等於170 S等於10 他畫出來的圖就長這樣 Color等於Blue 這樣是不是就改了 這樣是不是就把這張圖給改了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想要讓使用者在UI端 額外增加 除了OBS以外 額外增加三個參數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要怎麼加呢 我們來看一下範例 來很簡單 來 CyberPan 因為這個圖是不用改的嘛 對不對 圖它還是Output的圖 對不對 來 這裡我們要加三個東西 我們先複製過來之後 我直接就只複製這裡好了 只複製這裡給大家看 好 注意喔 你在這裡 你要輸入 在一個函數裡面嘛 函數裡面下不同的參數 要用逗號來區隔喔 這個事情 我們在R元裡面 應該已經學到很多次了 所以你要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參數 這樣可以嗎 這四個參數分別是四個控制bar 這四個控制bar 分別是SiderInput Numeric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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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RadioButton 那 同樣的 OBSM XColor 這個是要傳遞到 Server端的物件名稱 這一些字 是要給你看的字 然後這裡是它的 最小值 最大值 起始值 最小值 最大值 RadioButton 是選項 所以這裡是 Red 這一個 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 Red 是給你看的字 後面這個 Red 是傳到Server的值 這樣懂我意思嗎 Blue Blue Green 好 我還沒改Server喔 我直接按下 RUN 我現在直接按下RUN 這邊是不是出現這個東西了 你可以改字 可以改字 可是你會發現 你改了以後 這張圖完全沒有反應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反應 你還沒改Server啊 Server只知道這個 OBS 改的時候 這個圖要怎麼改啊 對不對 你還沒有到Server端 去告訴他說 那 那幾個 剩下那三個參數 在這裡要扮演什麼角色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扮演角色 來我們到Server端 看到了嗎 我們把這裡改掉就好了喔 來這裡改掉之後 你看到什麼 來 RNOI OBS Min Input 裡面的M SD 等於Input裡面的S 然後畫圖的時候 Color 等於Input裡面的Color 注意一下這傳語法 OBS Min S Color 那它是不是分別放在M S Color這裡 所以這樣就可以產生了 來我們接著儲存之後按下RUN 看到了嗎 好 這邊現在是100嘛 對不對 我們改150 這邊是不是改了 我們改成Blue Green 這是不是改掉了 這樣可以齁 好 我們先 這個 我們先 到這一步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貼到這一步 然後 我們給你一個功課 現在這個 顏色只有Red Blue Green 對不對 增加個Purple跟Orange 好不好 你可以如果可以增加出Purple跟Orange 我就相信你會了 好 我們先把時間給你 好 那我們繼續來上課啦 接下來 我們要來教大家 這個 自訂函數與Shining App 好 就是 之前 我們應該都已經學過 R語言的基本語法了 好 這一串是什麼 找費波納奇數列 對不對 那 這個 我們現在開一個新的語法 以前我們都這樣嘛 開一個新的語法 然後貼過來 我們是不是都這樣搞 這是我們以前的做法嘛 這樣按下Run 它是不是東西就出來了 可以吧 然後 來接著 如果你要把它打包成一個函數 這件事情我也教過了對不對 我們把 這一大串語法 把它打包成一個函數 這個 費波納奇這個函數 是 我之前 我之前上課的時候就已經教過了嘛 對不對 好我們按下Run Run了以後 費波納奇要怎麼使用呢 來這個 這樣 我是不是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輸入三個參數 然後 它就可以輸出數列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如果 你了解這件事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直接貼上這個 trainingapp 一樣先 複製貼上 我跟大家講喔 以後你寫 以後你寫這個網站的時候 我都建議你找一個最接近你的模板 先把它複製貼上以後 你再繼續寫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不要 你不要一下子一上來就自己重刻啊 這個很累 所以我們就盡量用抄的 我們複製貼上玩 你看著 看著它實際上是怎麼運作的喔 來看喔 UI MyApp 這個字隨便你改嘛 對不對 然後Input的三個參數 分別是A B跟Lad Sequence 對不對 然後 這個 Output是Sig 注意一下 這裡三個函數 我們都看過 Numeric Input Numeric Input 就是那個 叫你輸入一個數字 剛剛我們有看過了嘛 對不對 來這邊 是不是有一個 這個 Verbating Text Output 這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對不對 好 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但是你有看到它最後是Text Output 對不對 好來我們繼續來 Server端 Server端 在Shining Server的上面 是不是多了一個費波納奇函數 可以嗎 然後接著在Shining Server裡面 Output裡面的Sequence 等於Random Printer 注意 這一串 跟這一串 它是相對應的 這樣可以嗎 好然後接著 費波納奇 Input A Input B Input Lad Sequence 看到了嗎 Verbating Text Output 長的是這個樣子 30 好它是不是就輸入 這個其實就是你R原的Output的那個樣子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給你個練習二 練習二是 這是一個我們找值數的一個 這個函數 請你寫一個找值數的APP 這樣可以嗎 就是你輸入一個數字 它就要給你找出這個數字以下的所有值數 好我們來給大家這個 試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答案 你們都做出來 我就不貼了 後面其實都有答案 反正我們上課的邏輯都是這樣 好 今天的最後一個部分 叫Conditional Panel 就是 剛剛 你要做值數 你是不是就要寫個APP 然後那個 做費波納奇數列 是不是又要寫個APP 這是不是很麻煩 對不對 那意思就是 雖然現在你們還不會用網址 就是 還不能 就是你還要在本極端開出來 你還沒有辦法給人家一個網址 說這是我網站 這樣子 那 但是 但是這個 就是 我們 未來希望整合在同個APP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人家先選 你要用哪個功能 你們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 在理解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一樣 一上來先貼語法再學習 先貼語法再學習 好 先貼 貼完這個範例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到底這個範例在做什麼 好 我們按下Stop Rock 這個範例 看起來跟剛剛的差不了多少 對不對 這邊這個按鍵是 在決定 數字多少 對不對 來注意喔 注意這裡 這裡是不是可以選 Normal 跟Student T 按下Student T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不是改了 這個東西是不是改了 可以嗎 Normal的時候長這樣 Student T的時候長這樣 注意這邊叫DF喔 這裡叫Normal 這邊是Min跟Standard Diversion喔 所以東西是不是不一樣啊 輸出其實也不太一樣啊 Normal的時候你這邊可以改100 你知道Student T的時候這邊只有DF 你改1000好像都看不起來都沒有什麼差別 對不對 看起來都沒什麼差別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是怎麼做的喔 一樣我們先看UI Header Panel 這邊 隨便你打什麼字都可以 這個我們已經很熟練了 對不對 來我們先看Main Panel Main Panel 就是Plot Output 這一樣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這裡 首先有一個Select Input 喔 這個是我們第一次學到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下拉式的選單 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的 這個東西叫Select Input Main Panel 是傳到UI端的 也傳到Server端的 也傳到Server端的 物件名稱 Choose Distribution 這個是你要給使用者看的東西嘛 來這裡有一個 Normal 這個是給使用者看的 裡面的字是傳到Server端的 是給使用者看的 傳到Server端的 好 所以這一行沒有什麼問題了嘛 這一行就是我們新介紹的一個下拉式選單 這樣可以嗎 接著 Help Text Help Text 就是顯示在這一串的文字 這個一樣你想要怎麼改它都可以 接下來下一個 Conditional Panel Conditional Panel 就是我們今天要教的主軸 Conditional Panel Conditional Panel Condition Condition Input Method 等於等於 Normal的時候 就是你選到這個的時候 你選到這個的時候 我要給你看 Numeric Input Mu Numeric Input SD Numeric Input 很熟悉 我就不往後拉了 這樣可以嗎 接著 Conditional Panel 就是 If Input Mu St 就是這裡 選了這個以後 我就要看 Numeric Input 就變成DF 給使用者看DF 然後這個是共用的 這個是共用的 不會動的 這是共用的 這個永遠都在嘛 對不對 所以它就放在Conditional Panel的外面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再看Server端 Server端就是 This Platter This Platter 裡面變成 If Input 等於Mu Normal 如果Input Method 我的Dist 就是 使用 我的Dist 就是用 RNORIN這個函數 然後輸入了 是OBS Mu 跟SD 如果Input 是SD的話 我就RT RT RT就是用T分布 來產生隨機數值 DF 等於Input DF 然後輸出我的圖 好 所以Conditional Panel的這個用法 我們是不是就了解了 注意一下我的解說方式喔 我的解說方式都是 先複製貼上之後 RUN 然後我再來看看效果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 我剛剛為什麼一開始給你一個Shining Example 那個網站 因為之後你可能會想要從那邊汲取靈感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來練習3 整合不同功能 這是今天最後個練習題啦 今天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這個進度如此之快 通常 之前可能 這次人少嘛 對不對 以前到這一頁的時候 現在才11點耶 對不對 不過你們做完就可以吃飯了 可以嗎 做完就可以出去吃飯了 來 你需要把 找植樹的APP 跟找費波納西 樹裂的APP 把它整合在一起 好不好 來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 我們大家來講一下 我們剛剛 離我們最接近的是哪一個 離我們最接近的 應該是我們練習2的答案吧 練習2的答案應該是離我們最接近 所以我們先貼練習2的答案 練習2的答案我想你們所有人都做出來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貼囉 好 那我們先RUN 正常來講 我們做完這個時候 我們會先RUN 好 它看起來是可以動的對不對 再輸個1000它也可以動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接下來下一步是 那我要把費波納西樹裂加進去 我們往前看 這是不是一個費波納西樹裂的APP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融合呢 來我先跟大家講 首先 費波納西樹裂這個函數 你一定是要放上來對不對 你一定要放上來 好這樣子 這樣是不是 首先先這樣嘛對不對 好 接下來下一步是 Numeric Input 這裡 費波納西樹裂這裡是 這三個input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這三個input 我們先把它貼過來 先把它貼過來 好 然後 這時候SERVER端 SERVER端還是只會做直數嘛 對不對 UI端 UI端 現在多了很多個按鍵 對不對 我先跟大家講喔 你做到這一步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先按RUN 你先看一下 這時候是不是出現了四個東西 這裡是不是也可以動 這樣可以嗎 好 接著下一步 你需要去select 你需要有個東西去select 它是要費波納西還是這個直數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來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個select input 我們來用一下 好 那我們這裡就 我們先直接貼上去 我們直接RUN看看 欸 看起來這邊有個東西了對不對 好 只是這邊還不會動嘛 對不對 這裡還不會動 來 那我們來這裡 METHOD 好 我們這裡 選擇 1 2 2 1 if if小括號大括號碼 else小括號大括號 這個是這個標準的做法嘛對不對 ifinput裡面的 method 等於等於1 我就做 我就做 直數碼對不對 else 我就做費波納奇嘛 費波納奇有三個input input a input b input last sequence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再按一下run 我們再run一下run看看 現在這是直數嘛對不對 現在這是直數 為什麼為什麼他會這樣 喔這邊打錯了 這邊是 method 不是maxx 這樣可以吧 我這邊打錯了 好我們按下 run 好現在這是直數對不對 現在這裡是直數 我們把它改成費波納奇 他是不是就改了 我們把它改成 10 這裡就改了 我們改成 下面他是不是就用下面的了 那現在問題是 我要把這個東西藏起來嘛 對不對 最後一步我才把這邊藏起來 這樣可以嗎 藏起來要怎麼藏 那我們就前面的這裡改嘛 找嘛對不對 是不是conditional panel 這就是藏東西的方法嘛對不對 來再來這裡 conditional panel input method 等於1 然後我們把 這三個東西 呃呃呃 直數是這個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它放過來 好注意這邊 這個沒有逗號 這個需要逗號 好我們先這樣子就好了 我們再按下run 缺少引數 缺少引數 沒有嗎 這裡 這裡多了一個逗點 再一次 你看我選 我選 直數的時候 是不是才會出現這個東西 我選費波納奇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東西 都不見了 好所以 最後 我們再給他一個 conditional panel 好2 然後我們把這些放進來 好 好這樣我們就做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好注意一下我們是怎麼一步一步把它做出來的喔 好那你想要留下來練習也可以啦 好不好 那我們先 就是我們今天 就上課上到這裡 那 就是 這個是 呃就是我們今天教的內容 首先你對App的了解 應該已經清楚了 就是一個UI 一個Server嘛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 因為自己使用自己之前 自創的函數 代表是你本來會寫阿圓的部分 你也可以用到現在的地方上 這樣可以嗎 然後最後 contention panel很重要 可以幫你藏東西 這樣可以嗎 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我們 這個禮拜五被學校放掉太多節了 這個 所以我們課上不完了 所以 呃我們的最後一節課 我們的最後一節課 這個 呃我 我應該說 我一定是不可能 就是我 我可能需要有一節課 你們要自己在線上看 那哪一節課你們應該在線上看呢 我直接跟你們講喔 你們 最後一節課 最後一節課我希望你們在線上自己看 好不好 那個 我會拿去年的錄影放在這裡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最後一節課的關鍵內容是什麼 我要跟你們講喔 最後一節課 這一些 網路爬蟲 前面這些東西 你們 就是練習 就是 在小節以前的部分 你們先不用看 你們先不用看 這樣可以嗎 在小節以前的部分 你們先不用看 你們的重點是 分享App到Shining Apps 這個Apps Io 重點是怎麼樣把你的網站變成一個網址 我來直接跟大家講 重點就在這裡 這裡有個 就是這裡有個publish publish application 就會變成一個網址 你要去申請帳號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反正就是 你如果不會這一步的話 你是不能得到一個網址 好 所以我最後一課 我希望你們自己看 這樣可以嗎 前面的範例 你們要等到所有的課都上網 才會看得懂 但是 你們要先學會 如何把你們的 App 變成一個網址 因為你們有網址才能交作業 你們只要 你們 期末的時候 只要給我一個網址 就算是用今天的 課堂作業的App 我都可以給你們80分以上 至少你們會了整個流程 如果連這都不會的話 那就只能夠寫心得了 好不好 寫心得一定從80分以下扣 這樣可以喔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我會給你們10分以下扣